在中国儒学经典论语艺术中 有一个词曾被提及一百多次 那就是君子 可以说君子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 更是中华民族的道德典范 然而有君子就会有小人 现实生活中君子与小人的较量无处不在 那么当我们遭遇小人时 究竟该如何应对 《易经》中的太卦 对于君子与小人的相处之道 又有着怎样的诠释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易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天下太平 人类群居以后 他有一些储蓄 就感觉到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好像还比较轻松愉快 有了越多越多的东西以后 我们就造成了更大的问题 因此就想到人应该怎么办 当然有高明的人就告诉我们 你抬头看看天吧 天道就是人心 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讲 公道自在人心 就是那个意思 可是我们行天道以后 你看我们的历史 它有太平的时候 也有动乱的时候 经常都是一字一乱 一字一乱 而且还是乱多字少 那是不是天道出了问题呢 我们就来看看 钛挂跟匹挂 它是怎么互动的 这两个挂很有趣 它一方面相错 对比得很强烈 可是它有相中 就告诉我们 钛跟匹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 但是它们就好像一个履带一样 钛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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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天道对我们人类 最严苛的一种考验 因为胎了以后 你就放松了 放松就疲 疲了就紧张 紧张就胎 完全是人自己造出来的 不是老天要你这样 那样那样 不是 你一胎 然后你就心肝体胖 心肝体胖以后脑筋就简单 就这么日子很好过 上脑筋叫什么 于是乎很多很多事情 你就慢慢忘记了 同时呢 这个君子气概就很强烈 要置人于死地 至谁 置小人于死地 君子只要有置小人于死地这种心情的话 你根本就是小人了 反正要置别人于死地的人都是小人 所以君子变小人 小人变君子 然后匹太匹太 他永远是这样 我们读这两个卦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最起码 长久一点的持隐宝胎 而不要老是这样子动乱 然后好不容易太兵 他又来了 君子要行正道 你必须要怎么样 你必须要对小人有一套正确的方法 你不能饥饿如仇 为什么 因为他有君子就必定有小人 君子怎么样面对小人 这是我们在这两卦里面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君子在古代本有国君之子的意思 因从小便受到理想和人格的规范教育 个人修养堪称楷模 因此君子一词后被引申为 才德出众之人的统称 而小人则成为与其对立 具有浓厚讽刺意味的反面角色 那么君子与小人 这一正一反的关系 在太卦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我们先来看太卦 太它的卦词是什么 小往大来 鸡亨 义经里面凡是小都是讲阴谣的 大都是讲阳谣的 阳大阴小 为什么 阳以天为代表 阴以地为代表 你只能够在蒙古大草原看到天把地包起来 你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地把天包起来 看不到 当然从某些人的面相里面可以看出来地包天 可以 你看你的牙齿 上面牙齿多半在下面牙齿的外面 天包地 但是有少数人它是地包天 它下面的牙齿 它是把上面那一排包在里面 可是 我们再从性质里面来看 什么叫做阳 就是它会膨胀的才叫阳 什么叫阴 它会收缩的才叫阴 热胀冷缩就是物理现象 所以你从现在的科学来解释以前的阳大阴小 你会觉得古人真了不起 他是不是老早做过实验 直到这个钢铁 一碰到热就脏 一碰到冷他就缩 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了解 你看天 本来是应该上面的 地本来应该在下面 这才是自然的一种现象 现在地跑到上面去了 天跑到下面来了 是真的会这样吗 不可能 那样人类都不要活了 只是讲那个气在变化 你看我们装冷气机的时候 我们一定装在上面 你装在下面 上面还是热的 因为它冷气不会往上走的 冷气一定往下走的 所以冷气机要装在上面 这就叫什么 叫小网 把小的东西往上去装 可是冬天用的那个热水呢 它是放在底下的 因为它热气只能往上走 你不能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下面 人要冷死了 你从这个现象 你又可以了解到 气它是热往上 人往下 那你如果三个阳的在上面 三个阴的在底下 你就会感觉到 阳气往上升 阴气往下降 这叫做天地不交 天地不交就是皮瓜 你现在看到泰瓜 它是阴的三个阳在上面 阳的三个阳在下面 阴的气外往下降 阳的气会往上升 阴阳交太 那天地的生机就充满了 万物就能够顺利的成长 阳它本来在外 现在来到底下 来到底下 所以大的来了 小的往上走了 叫做小往大来 按照一经的道理 太瓜的下瓜纯阳 就代表天 上瓜纯阴 就代表地 地在上 田在下的卦象 虽然违背了大自然的常理 却预示出 小往大来 阴阳交太后 万物勃发 天下太平的圣势景象 那么一循太瓜的道理 当我们迈出小往大来的第一步后 君子与小人 真的就能和平共处了吗 天下太平 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你看缘恨力争里面 它只有恨 它没有缘 为什么 因为它本来不是这样子 是我们人要去努力 它才会有态 如果天地之间 它很自然就让人类 永远是美好的 那就无所谓态 无所谓痞 因为人又没有感觉呢 人 没有吃过苦 你怎么知道什么是乐 人 如果没有受到打击 你怎么知道会有坏人 所以有时候 我们认为小人 他是为君子而活的 你看不起他有什么用呢 通通没有小人 你怎么证明你是君子 很多人跟我讲 君子会受苦啊 君子很倒霉啊 那打满了 你不受苦 你不倒霉 你算君子吗 那你跟小人不是一样 你这样想 你就知道天理是怎么个 告诉我们的 那你自然就心平气和 外面虽然不太平 你的心情已经太平了 所以太平不太平 是由每一个人自己要做起来的 其实我们只有一句话而已 天下太平是天下人共同的责任 天下太平是所有人 包括君子包括小人的目标 你才会完成 如果只是君子的目标 不是小人的目标 你是完成不了的 天下太平是所有人 共同的理想 这个没有用的 有理想有什么用 为什么说《易经》老告诉我们责任责任 你读《易经》 如果没有责任的概念 那你读不深入的 天下太平不是理想 否则它永远是理想 它就不会落实 天下太平是大家的责任 大家都知道了 而且可以实践了 天下就是太平了 所以第一个 天下太平不是把所有的小人都消灭掉 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它永远存在 第二个 不是说我们君子团结起来 来压制小人 其实小人心里好笑 我们本来还没有这么嚣张的 就是因为你团结起来 要自我们一死地 所以我们特别的团结 我们特别的嚣张 这才是真相 你如果了解到这样的状况 你就会哼 就会吉利 就会吉祥 否则的话 永远是唱高调 永远是受气的 你看这六个谣 初九跟六四是相应的 九二跟六五相应的 九三它也跟上六相应 你看它每一个都相应 就表示什么 表示所有的君子 都有它对应的小人 你不是去消灭它 你不是去征服它 你不是去砍赫它 你什么都不是 你只有一条路 去感化它 小人能不能改变 答案是君子 绝对改变不了小人 那完了 那天下不能太平 但是小人它会自己改变 所以为什么说 也是小人的责任 只要小人要改变 它就改变了 小人不肯改变 你怎么用 它都不改变 所以天下太平 不只是君子的责任 它同时是小人的责任 《以经》中的太挂 告诉我们 天下太平是人类 共同的责任 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 每一个人都肩负着 相同的责任 大到社会和谐 小到家庭和睦 正因为存在这样 或那样的责任 人才能对自己的行为 有所约束 那么是不是人类 有了责任感 天下就能太平了呢 依寻太挂的道理 作为君子的价值 究竟该如何体现呢 我们来看段传 怎么说的 太它是挂名 这个挂叫做太 小往大来 积亨是什么意思 是看它的挂像 阳本来在上的 现在走到下面来 不是整个天跑下来 而是气 来到下面 而阳是大 所以叫做大来 地本来在底下 现在阴记往上走了 所以叫小往 这样一来 天地气才会交态 阴阳有对流 它才会生生不息 万物才会得到 恒通顺利发展 所以你看我们不管是 饭店也好 不管是做什么生意的 行号取名 只有讲大来 大来千庄 可以 没有人去小往 你如果取个小往 你学生 你学生 有生意才怪 上下交而其之同意 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从公司里面 看得出来 如果高阶层的人 是阳刚 我们很积极 我们目标很正大 我们决策 很了不起 然后底下人就 英气一团 因为他没有得到 应有的尊重 他的意见 你不踩他 他心情不好 明明可以做得好 他就跟你搞乱七八糟 你上面人 你不听底下人 那你要怎么做 你就越来越脱离群众 最后叫做 内部沟通不良 就是上架不交 就是皮挂 凡是底下人很积极 底下的意见 都向阳气上升 上面他就会根据 底下的需要 做出正确的决策 那上下通 那就太夸了 内阳而外阴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人 要亲近君子 而圆小人 你看前在下 三个窑都是阳刚的 跟我们比较接近 我们多接近君子 而外面呢 外面都是小人 小人你不要去气他 你不要去愤怒 现在年轻人都是 要么什么都看不关 别人都是小人 只有你是君子 要么就是说 哎呀 反正就是这样了 跟他们同流合污 那你也变小人了 这就是不懂太挂 君子小人他同时存在 你的正确选择就是说 你是君子 我跟你多来往一点 你是小人 我敬而远之 因为我没有办法改变你 只有我自己做得好 能感动你 使你自己改变 一个小人看到你 他要改变 他就改变了 内见而外顺 我们内部健全 那外面的环境 你管不了 你只好去因应它 其实啊 自己有原则 你还必须要因应 外面所有的变化 而不是说 我认为这样 我就应该这样 环境不听你的话的 你骑摩托车 该摔到阴沟里面去 你就是摔下去的 你不愿意 你一百个不愿意 摔下去的 为什么 怪你自己 你把阴沟 拿出来 怎么样处理 把他送法办 都没有用 内君子 而外小人 你只能管到你家里面的人 我们要做君子 不管别人怎么样 你管不了 你只有一种希望 就是君子 道长 小人 道销 其实世界上就是 君子 道长 小人 道销 或者 小人 道长 君子 道销 就是这样一个 摇摆不定的一个变化而已 你看社会上 君子越来越多 他就越来越安定 小人越来越多 他就越来越纷乱 家里面也是一样 心越齐 家又合 开始 你才想我 我才想你 你骗我 我骗你 那这个家 就不成家了 就没有什么家人的感觉了 也没有亲情了 很多事情 就是像敲敲板一样的 这边高 那边低 高低 就是这样而已 它是一种形式的变化 而且非常快的 由态到态 一瞬间 由态到态 其实也蛮快的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从态到态 远远比态到态 有快 所以态的时候 不要太高兴 可能两三天就费了 你看公司要起来很难 但是当公司 哇 赚大钱了 基督一百大了 三个月之内就不见了 那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 序挂断他讲 太币的意思就是安 太币的意思就是安 你只要君子使得小人不安 你就不像君子 天下就不可能太平 我想这些很多君子没有觉悟到的事情 我这么好的 都是小人坏的 你只要标榜你好 你就是小人了 你就已经不好 通太 通太 是要通 才能太 平安 平安 是要平才会安 大象传怎么说 天地交代 后以财成天地之道 辅向天地之以 以左右鸣 天地相交 才会生化万物 天地交代有它的好处 可是后呢 就是交代以后呢 以财成天地之道 就开始有很多变化 而你从这些变化 从各种的错综复杂的问题 你来看 什么合天地之道 什么不合天地之道 你才有个选择 你才知道你要怎么走 老天是尊重你的 你要做小人 你就去做好了 反正最后你自作自受吧 辅是辅助 人类有责任 要辅助 使天地 能够很顺利地运转 结论就是 以左右鸣 就是你给他 相当的辅助 使得民生的发展 能够很均衡 大家共享安乐 所以叫做 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 因为独乐乐 是不可能天下太平了 不可能 你在什么铜墙铁壁 你都挡不住外面的压力 挡不住 孔子曾说 视而怀居 不足以为事宜 意思是说 一个人 如果只想着自己的小家 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君子 所谓君子 应该怀有 天下新亡 匹夫有责的气魄 与担当 可见在天下太平的理想面前 君子肩负着更大的社会责任 那么当君子遭遇小人时 又该如何以大事小 刮干戈为玉伯呢 你看我们就讲 三羊开胎 羊就是君子 三个并不代表三个 就代表这么多的君子 你要开出一个 天下太平的局面 这样才叫做三羊开胎 以后听到三羊开胎 不要以为说 春天来了 然后马上要一片的洋气 所有的树木都蓬勃成长 不要老想那些 应该想想我们自民为君子 但是你要把责任完成出来 因为你有那么好的名义 结果你没有发挥那么大的效果 你是不是自己很惭愧的 我们要反求足迹 一切一切都反求足迹 因为是君子的责任没有尽好 所以天下才会乱 不是小人当道 小人有什么了不起 如果小人一当道 君子就不行了 那君子要自己检讨 文人相亲是君子最大的问题 我是君子 我谁都看不上 那就不算君子了 所以什么时候 我们也不要自己 以君子之机 也不要说我是君子 别人都是小人 也不要骂社会 也不要骂什么传统 什么都不要骂 我们每一个人脚踏实地 去实践天道 然后天天好自己 就叫做反省了 反省我有沒有真正走到天道 有没有 这样就够了 越多人越这样 天下太平越容易实现 否则都是唱高调 都是自我标榜 然后都是什么 占到便宜的人还卖怪 那这样的人类是不长进的 天本来高高在上 现在跑到底下来 这个叫什么 这叫做以大是小 你看太瓜整个就是以大是小 小人最喜欢人家捧 我就捧你 一个人当你心里很高兴的时候 跟一个人当你心里很愤怒的时候 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状况 一阴一阳 当一个人很喜悦的时候 当一个人很愤怒的时候 都是最没有抵抗力的时候 都是最没有理性的时候 都是最容易上当的时候 我们君子老是把小人压在底下 那不辟才怪的 他就开始乱了 因为他受到压力 他就很理性 他就开始要保护他自己 他就很团结 假认君子懂得太挂 他就把他捧得高高的 这个在窑里面 我们可以感受很深 你是我的老板 你明明是个小人 可是如果因为你是小人 所以我就跟你对抗 我就不理你 那我也是小人 我会变小人 我还有什么资格影响你 所以很简单 你是我的老板 就算你是小人 只要你的命令是正确的 我就会去执行 如果我的老板是君子 只要他的命令是错误的 我就是不执行 这样才叫做君子 所以一个人要过太平盛世 第一个要觉悟 君子的责任远大于小人 要不然你为什么叫大 他为什么叫小呢 所以我们下一次 就要认真的来谈一谈 君子的责任 谢谢